流水把白衣中 忘記的故事 也沒有一個人 透過表演 讓道訪貴賓重回而馳 看見翻轉印記的過程 皮東縣政府將 順利新村無法修復的 日式歷史建築 打造為全國首座一構公園 除了保留歷史文理 植入藝術心意 更打造夜間光環境造景 從早到晚都有不同的 風景與感受 我想在這個城市 翻轉印記的過程 從這個過去殘年斷壁 然後也是治安死角的地方 我們把它逐一改造 創新變成一個新的地標 也是一個承載歷史記憶 一個全國最大的文創園區 也是年輕人在這邊 逐夢網美拍照打卡的好勝地 從文化創意生活產業到休憩 這是一個新的地標 也是新的地景 全國首座的一構公園 把殘年斷壁變成一個地景藝術 我想這些都是一個台灣的創舉 屏東縣保留全台面積最大的 日式建設歷史建築群 近年來以舊夫舊進行分歧 修復活化及招商 讓聖類興村形成多元品牌 繪集的文化商圈 一構公園則就地取材透過裝置藝術 讓原本一片廢墟變身藝術地景 讓民眾政壇連連 本來是很完整的建築 可是因為可能破損比較嚴重 所以就變成那種比較開放式的公園 就覺得這個整體的環境 然後大家可以直接進入到裡面 然後去看裡面的結構 這個感受還不錯 感覺就不錯 然後就是有保留舊有的那個 眷村的那個風氣這樣 可以讓以現在比較年輕人 可以看到這種懷舊的那個感覺 就是這樣 一構公園以時光為設計主軸 透過藝術巧思光影的呈現 讓歷史建築與當代藝術進行對話 不僅為聖類興村園區增填亮點 也將塑造新地標 讓順利興村已經一個公園 成為打卡新熱點 記者部一聽張志豪 採訪報導